大家好,我是雨萱 古代的时候,人生的三大喜事是 他乡遇古之,洞房花竹业,金榜提名时 在现代我觉得还得加上一个拆迁分房子 特别是在大城市 要是遇上这样的美式 基本上就可以躺着数钱了 不过这种天降财富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们这种抽打游戏的 也只能在游戏中实现自己的毕生梦想了 我在游戏里当房东 化身为每日收租的包租公房东 体验收租的快乐 房东模拟性是一款模拟经营的游戏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继承家业 成为房二代 开始你的趣味收租人生 游戏的玩法很简单 你只需要简单的装修房子 包括增加床、书桌、马桶、厨房等基础设施 就可以对外出租了 你也可以进行精装修 花钱把所有的设施升级成为最好的 租金也会相应的提高 当然也不能搞得太豪华了 当房间完成度大于30% 无业游民会因为无力承担房租 自动退房 除了不断的解锁新的房间 还需要建设一些配套设施 比如说像快递铺、早餐铺、健身活动区等等 来改善居住环境 提升租客的满意度 这也是会影响收入的 在招募房客的时候 职业均肯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某种职业人数过多 可能会导致需求无法被满足 被差评从而降低收入 除了收租的快乐 你还可以通过上帝的视角来观察租客的生活 发现每一个租客的小秘密 每位租客都有可能发生一些随机的事件 需要你的帮忙 通过简单的对话 就可以帮助他们做出决策 还能收获他们的爱心小礼物 游戏最终的目标 是从出租单身公寓到成双公寓再到别墅 成为一名坐拥众多豪华公寓的富有房东 游戏是放置类的玩法 简单不花时间 看着一君小人来来往往的 也还挺有趣的 不过出租的公寓无法个性化设计和布置 都是清一色的样子 未免有些单调 后期重复度会比较高 会比较无趣 喜欢清度游戏的玩家 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看着认真布置的房子 租客住得很开心 租金滚滚来 成就感其实也是不低的啦